女孩缺陷腿的救星 下半身一容術來啦 女孩缺陷腿的救星 女孩缺陷腿的救星 她典型的 我們鄰居的姐姐妹妹有沒有 都兜兜這樣 這算是有點X腿嗎 她的像X腿 這肚子有點脫 這看膝蓋有點... 肌蓋開始害怕了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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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膜嘛 她已經用力... 我都覺得她沒有力啊 她膝蓋有點變形 我覺得這樣走路會好恐怖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她歐真的不見了 特地的不見了 中間就垮掉了 這個好長喔 穿高跟鞋 她的那個腳踝很OK啊 對 她脫掉就變成那種 捧你摔腳了 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特殊的設計 一個是用圖案 一個是用材質 這樣老愛喜歡... 老愛 希望愛喜歡有... 就是有肉 有雞肉 還有Q彈 就是說 拍她一個頭的小 好 很大 很好 很好 老師說 說什麼 要說呢 根據中正大學的調查顯示 女性最不滿意身體的部分 第一名是腿 佔了48.3% 那腰腹佔33.7% 腰真的 對不對 那膚色是27.4% 有人不喜歡自己的膚色 就覺得自己太黑了 還是怎麼樣 只要穿對衣服就好啦 黑色要穿 穿對顏色 對 當然可以幫助 但是我們今天要針對第一名 想不到將近50%的女生 對自己的腿非常不滿意 擁有修長美腿 對女生而言 可說是相當重要 然而 並不是每位女生 都能有如此條件 今天我們 請來三位有相同困擾的女藝人 分享她們的經驗 當然 我們也請來對美腿深有研究的 兩位男來賓 以及專家老師 為我們提供不同的意見 分析 我跟你講 我覺得可能跟我們脂肪的分佈有關係 班傑是無數之道 對 我剛好我的腿的脂肪細胞比較少 所以我一瘦我就會先瘦腿 我腿已經瘦到 腿跟腳已經瘦到快要沒有肉 你看我的臉 所以你的脂肪細胞都大量 都一直在臉上 有大量嗎 不是 大量嗎 那不叫大量 大量嗎 那個是巨量 沒有啦 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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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看 最近瘦了速度的話 腿會很快瘦 但是其他地方我們在慢 你在講什麼 其他地方就慢一點點 對 我上半身 我肚脂上很不容易瘦 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 其實今天就要拯救大家說 不管你的腿型是哪一種腿型 我們都有機會 利用穿搭讓你的腿 摘到是很漂亮 今天那個明川老師 還是要麻煩你了好不好 好 那旁邊是我們這個美腿專家 Mendeley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那當然今天有兩位男藝人 月腿無數的兩位藝人 玉琳哥 番茄歡迎兩位 你們看男人 先看腿嗎 不是 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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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男人先看錢 有錢的才會交往 有的時候看手錶 看女人 沒有 我覺得會看腿的男人 比較是屬於成熟長大的男人 說得好 小時候我們就看臉 然後到了差不多 國中 對 國中 然後大學的時候 會開始看胸部了 那個時候比較複雜的 然後再大一點 開始就會看腿了 所以玉琳哥現在 剛才你看到腳趾頭了吧 一路往下 現在發展 但是腿的線條 真的是相當之重要 對 班茄覺得腿是 我是 身出來就看腿 到現在還看腿 那臉不重要嗎 對 其實腿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就對我們男生來 因為出去看到女生 有個漂亮的腿 那個心情是無比的歡暢 然後每次 比如說坐那種手扶梯 然後看到個女生腿變了 死了 然後前面去的時候 現在長什麼樣子 其實一個女生的味道 就是靠腿 味道 因為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女生她們不管是站著 或是在走路 她們有一個律動 那個律動是靠她們的腿 才伸出來 對 好 我們今天就現場 精選了三位女藝人 她們對自己的腿 似乎不太滿意 那我們現在來檢視一下 首先第一位 對 她的困擾的腿型是什麼呢 是嬌娜咖 好想打她 可是嬌娜咖為什麼 明川老師也是困擾嗎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 比如說 有一些包臀裙 或者是窄管褲 嬌娜咖穿起來其實不是很好看 會看起來很不健康 對 嬌娜咖不健康 我們就真的 冬賴 對 沒錯 而且有些嬌娜咖 比如說包鞋 或者是涼鞋不好看 真的耶 還有那個嬌娜咖 她走路的時候像企鵝 她的律動線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膝蓋不夠堅強 雖然她的腿長 她沒有辦法跨這種大步 對耶 對耶 所以她必須這種小步這樣 對 但人家小步 小步是小步 小步是小步 但是不會這樣啊 對 人家只是小步 比較小步走而已 好邪虛喔 玉琳哥 所以我們能不能跨大步是膝蓋啊 對 膝蓋跟腳踝要夠 有夠肌肉嗎 夠堅強才行 我可 超大步 你這是踢正步吧 你這是踢正步嗎 誰放在對不對 來來來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會跨大步走啊 女生穿高跟鞋 本來就跨不了大步啊 可能那個大步的意思應該是說 你整個人的提氣走路的樣子 對 因為通常真的 嬌蛤咖走路都不是太好看 對 嗯 好 那對不對 但是第一位她的是嬌蛤咖 還是眉腿還是仇腿 我們先請她出來好不好 看一下 看一下才知道 騙通道吧 這個來幹嘛 這來幹嘛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 這來幹嘛 沒有 生氣 這個生氣 其實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當然那個 直接從後門回去 這一雙腿 當然已經相當好了 可是你總覺得 再多一點點的肉 一點點 會更好 就更好 大腿跟小腿都好細 對 她變得太細 好像女生這樣骨頭了 有些女生真的太細 細到會讓人覺得不喜歡 我們還是有一點點小腿 一點點 然後大腿一點點 還是要多一點肉 這雙腿是要修飾什麼 你們有點嘗試好不好 這已經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 這人是要來拯救什麼 我問你 沒有 這個腿看起來沒力量 對 對 而且這麼活潑的腿 演藝圈只有一個人 對 就是會這麼好動 這麼活潑的 誰 出之欲出 或者是洋棋之類的 洋棋也算驕傲 對 而且洋棋的腿也是超活潑的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謝謝阿豬好 歡迎李妍杰 你是來 腿哪裡 他已經那麼好看了 他已經瘦到 你看他這骨頭有點粗 你看 就看膝蓋有一點點 也沒有到很瘦 會讓人家覺得害怕 走路就不好看 不會 他是 那你走路也好看 你來幹嘛 對啊 你給我走得很難一點 太活潑 太活潑 很有力 沒有他的腿確實有點太細 如果我們用一般正常人的標準來看 對 而且因為 顏謹他是大腿小腿都細 所以你就會覺得整隻都看起來沒有生命力 這真的蠻 是 就是大家會覺得用手在走路 對 你這樣乍看手跟腳已經分不太出來 他這個就是完全就是甘吃 甘做 對啊 所以要倒著吃 對 哈哈哈 但是 對 明春老師說這種膠咖的腿 在穿搭上面會有什麼樣的弱勢嗎 呃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 貼腿褲穿就不好看 很難看 會覺得腿開開的 對 因為腳太細 對 我們中間有很大的一條 對 對 合不起來 合不起來 其實因為美人姐的腿 對 可是你腿真的比他好看 我們憑良心講 因為美人姐的腿是小腿比較有一點小腿度的 這麼誇張的話我是說不出口 不要這樣 沒有 不是啦 對 美人姐很棒 沒有錯 但是也不可能說比你眼神好啊 你是不是很誇張啊你 沒有 我一定要公平一點 我公平的說一件事情 真的 如果是 你最好算 真的啦 真的 膠咖短一點比較好看 真的嗎 因為膠咖太長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兩根柱子 可是短一點的膠咖 我們現場沒有別人 就比如說美人姐 短一點 你就會覺得他相對勻襯 對 拍那種可愛的受贈感 因為他的那個腳踝到那個這個小腿度的地方 其實他是有線條 對 那其實 顏謹是沒有他是指向的 你知道顏謹的氣勢來自於他的那雙腿 你就覺得光他走過來那個腿型 你就覺得氣勢磅礡這樣 那怎麼辦 所以比如說一般我們在做穿搭的時候 比如說像他現在是一個裙裝對不對 那裙子其實你知道最擺大的 最擺大的裙子的長相是A字裙 任何鐵型穿都會好看 那像他是膠咖 穿了也不會覺得特別的 我這個就是A嗎 A字 但是因為你是屬於圓裙的長相 但以形狀就是A字裙的形狀 好 為了怕我們的收視率一直下滑 因為觀眾也在罵 所以你先旁邊坐一下 好 接下來各位 其實他可能跟你一樣困擾 所以一樣的問題 這種膠咖的絲襪很難穿對不對 其實也不會耶 這樣子的腿型反而很適合去找一些 比較有豐富線條的 然後會比較有女人味 因為其實我覺得眼睛的腿型 是可以用一些線條 讓他比較柔美 你說幾何或是那種圖案嗎 或者是有一些層次感的 斑馬那種 黑白黑白黑白的那種 那個已經過濕了啦 所以那種穿起來會擴張的那種絲襪 就很適合他 對然後或者是說會讓他模糊線條 倒不一定說會變得很粗 但是至少會不會去注意 那個他的腿那麼那麼細的感覺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待會兒來試試看 好 接下來第二位 他的那個困擾的腿型是O型腿 幹嘛先講呢 他出來我們就知道困擾是什麼了啦 請他出來看一下就知道 好 來 其實沒腿好像是比較不錯 還好耶 腿也滿漂亮 唉唷 喔 喔 他前面側側的這樣還滿美的 對 你把高跟鞋脫掉 我們看看會不會更歐 喔 太歐了吧 喔 真的耶 因為小腿會往外翻喔 不過這個 他如果穿緊身褲應該很可怕嗎 嗯 很可怕 非常可怕 OK 而且這種腿就是我說的 叫做平面腿 就是拍照好看 但動態就不好看了 就是 來 你不要這樣沾 你正常沾 OK 你不要以為你可以遮住 在小腿 其實他已經 外翻喔 他已經 他已經腳掌跟腳掌都已經黏在一起了 可是他中間那個就是沒有辦法 對 沒有 他如果夾到最緊會怎樣 就是對啊 他已經用力 他已經在翻抖了 我都覺得他 他沒有力啊 他膝蓋有點變形 我覺得這樣走路會好恐怖 好像感覺是斷子 所以是 Mandy有看過這種的嗎 其實這個腿型我覺得在台灣還蠻常見的耶 那這個有救嗎 亞洲其實很多 其實可以 它是可以用一個視覺上去做欺騙 欺騙 其實是可以用欺騙眼睛的方式去調整 喔 對 其實是可以 障眼法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出來啊 瑤瑤 喔 天啊 這個 你竟然是瑤瑤 不然這麼歐耶 因為我平常都這樣站啊 對 他拍照都夾起來啊 那你走路只能這樣走啊 那你走路 那你走秀怎麼走 對啊 我就沒有走 沒有秀走啊 走秀還好嗎 走秀還好嗎 因為很快啊 就是很濕濕啊 走路看不出來 對 他可以交叉走就好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腿型有跟你帶來什麼困擾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從小就為這個腿型受苦 受苦 怎樣 因為小時候你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要升旗嗎 唱國歌 然後通常女生是在後面的 就等於說我們一般這樣四排 後面另外一般 就是男生 男生現在前面 然後因為唱國歌就是要立正嘛 立正腿就一定得關起來 然後你知道我腿關不起來 然後在旁邊會有那個巡的老師 在那邊走 然後因為我就會很緊張 就會一直這樣 一直抖 因為我要給他夾起來 因為否則你知道後面男生看 首先 那個男生會覺得說 這你的腿歪成這樣 然後我一直抖 然後抖的老師就選擇說 我幹嘛一直抖 他就拿那個 就細細那種就這樣打我的腿 因為他叫我們唱國歌 不能亂抖 但我是很認真地想要把他推給夾起來 因為這真的 這男生看他這個不好看 就覺得天生的還是你 因為過面知識 對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自己發現 為什麼會O型推 因為全家只有我O型推 各位那個新手爸媽 那個小時候 因為小孩子 腿還沒 就骨頭還軟軟的時候 我小時候我很喜歡這樣子做 我示範一下 就是我發現O型推的人 這樣子做不會靠 好恐怖喔 你怎麼有辦法這樣 而且我屁股整個貼地 就是因為我從小這樣做 是因為他的骨盆是 對 我把它做壞 外翻 他才可以這樣做 正常人沒有辦法這樣做 正常人我問 我就說 正常人會做 他說這樣會痛 因為屁股要整個到地面 這個很難 我沒辦法 很難對不對 好難喔 我連挑戰都不挑戰 這個很難 我是整個貼好 它不行 鴨子座大概是 會痛 因為那個屁股要坐到地板上 算了 我們會很痛 我們真的會很痛 對 因為我從小這樣做 然後我媽沒有跟我講說 長大就用O型腿 喔 真的喔 你媽的有時候 肚子就是天生骨 肚頭長那樣 已經是骨盆的問題了 對 而且我仔細看一下 那個瑤瑤其實 她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蛤 就是 而且你要把高尖點脫下來 會更明顯 蛤 又怎麼了 雞眼嗎 不是 沒有啦 你們有沒有發現 還是有揮指甲 喬欣她的小腿很短 對 很短 真的嗎 你講不出來 她的小腿很短 小腿很短 小腿很短 小腿 所以你看因為小腿比較短 所以她的O會看起來更明顯 O 有很短嗎 所以她的 她的大腿 她的大腿比較長 對 那小腿其實也不短 她只是因為歪了 你看我嘴是歪出來的 粗細就差很多 很...就是那個弧形出來的 這邊是很... 比例上小腿是短的 沒有...你看美人姐 美人姐是順的 然後這邊多一塊肌肉出來 我是歪出來的 其實... 妳應該往上那邊 自己畫一個膝蓋 所以... 這樣子小腿都比較長 但這個很明顯是 她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 她這邊的肌肉也是很發達 她... 內側是不發達 所以就變成有一邊脹 一邊不脹 所以如果她深吞的話 她應該是可以把內側全部都練起來 她會看起來... 就是那個... 好一點 對比會比較好 在妳出寫生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妳是有點幻想的 妳現在這一集 我可是... 親情你知道嗎 但可是很多女生其實腿... 但是因為我拍照 我會自己這樣子 對 這是平面腿 對... 就平面腿啊 好啦 希望今天有辦法拯救到妳 歡迎妳 好 OK 接下來呢 今天我們還有第三位來賓 我們來歡迎她出場 怎麼都這麼瘦啊 我覺得很瘦耶 大腿 慘了 我怎麼看不太出來 問題是什麼 而且她的腿 以男生的眼光來看 可能是... 三個女生當中 可能是最完美的 對啊 剛剛好 可能要轉一圈 好像要側面給我們看一下 可以嗎 可以轉一圈 對對對 也不錯啊 她比較有力量啊 好 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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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問題就稍微看出來一點 比較...壯一點 壯...壯 對 肌肉多 怎麼會前後看起來差那麼多 高跟鞋的關係嗎 高跟鞋的關係 你把高跟鞋脫下來可以看一下 高跟鞋脫掉 我們看一下 他在抗拒喔 來了... 來了... 問題來了 他沒有腳踝 對 他沒有腳踝 他真的沒有腳踝耶 他看起來腿好短喔 然後轉過來正面 好 問題來了 有啦 有差好多 所以他穿高跟鞋 就會把那個肌肉往上起 對 沒有錯 就會看起來比較細 其實剛剛穿高跟鞋 他的那個腳踝很OK 他脫掉就變那種 他不可能永遠穿那麼高的高跟鞋 走路啊 對不對 OK 而且這樣子的腿 穿褲子應該很難穿對不對 對 褲型 褲型 你繞上來一點 我們看一下那個大腿 再上... 你可以多上 有重量 沒有褲子... 問題浮現了 逐漸浮出來 其實也還好啦 對不對 那因為很多沒救的 我們就不來了啦 其實說 還有得救 難怪剛剛沒... 剛剛沒看到小甜甜 我們小甜甜救過一次啦 對對對 那是還蠻不錯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小姐是 大家好 我是小小鈺 小鈺耶 我是肌肉腿 然後非常的困擾 因為我在進演藝圈之前是 台灣的游泳國手 所以我就是練蠻多體育 你是又在瘦了是不是 對 現在...沒有 跟上次來路的時候 疑重一樣 你可不可以站遠一點 我讓她團看她巴掌臉 她臉很像 你是扎他耶 巴掌臉 你扎他耶 你扎他耶 你要吵架 然後把你... 有人的戰爭 對啊 我們兩個... 頭交換就好 我跟妳腿交換啦 交換... 我腿受傷了啦 所以我現在就拿刀了嗎 還是怎麼樣 不要再怎麼換 剁掉 因為我真的是 但是之前我們要... 譬如說做很多的運動 然後我們還要慢跑 她屁股有肉耶 扎實耶 然後我之前最誇張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59公斤 59公斤的肌肉看起來又更大 就腿尾會更大 然後我之前就是 當時有一次有一個節目 要我們穿那個學生服錄影 然後我想說我腿那麼粗 那時候我59公斤 我要穿Legging 可是那製作人就說 不行 全部人... 大家都沒有穿 大家都是像這樣 穿一個超短的那種 學生的裙子錄 只有你穿Legging 把它脫掉這樣 一脫 就一脫 後來錄影 然後就被其他的男藝人說 小瑞 你後面有那個小白兔 在跟著你 蘿蔔腿 對 然後就滿傷心的 她以前的腿真的太壯 她錄外景那個 塑氣把人家掩齒踩破 真的假的 這麼壯 對 真的 太誇張了 她有力了 她原來是塑膠做的是不是 好 這是妳的困擾事 所以我在挑選褲子 還滿難挑的 好 請回座 好的 其他的女生呢 妳們的腿型是有什麼狀況嗎 白白妳的是 我是之前大學就當親善大師 妳站起來讓我們看到妳的腿 然後邊說明一下 對啊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妳的問題 壹群喜歡妳這樣嗎 請說妳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上每支每一課的時候 就被學姐頂 她就說叫我腳要合起來 妳還沒合起來 合起來啦 合很緊 對 我就站這樣她就說不行 妳超合的 對 她就說這邊很寬 哪裡寬 哪裡寬 沒有 我覺得妳是大 她是小腿 小腿 是學姐看妳不順眼吧 小腿 對 大小腿的地方 小腿發達 妳是膚色不均的問題吧 不是膚色不均 妳有沒有越講越多問題 其實妳腳踝又有一點問題 所以妳是腿合不太起來的問題 對 合不起來 就是太粗壯了 對 然後學姐就是說 妳合起來 妳合起來 然後我說我真的 她大腿是完全合起來的 對 就是肉很多 她典型的鄰家女孩的腿 我們鄰居的姐姐妹妹有沒有 都這樣 OK 好 再來一位 雷雅飛 我也是大腿太粗 來來 請出 站起來 我們怎麼看腿呢 其實她大腿是蠻嚴重的 對 我覺得大腿很粗 但是妳的上尾已經 眼蓋叫妳的大腿 對啊 妳大腿完全合不起來 玉琳哥妳是說這樣會看腿嗎 我覺得短靴也很有問題 這算是有點X腿嗎 她就算X腿 而且我朋友都說很像電線桿 他們都說出門要小心 不要飛到野狗 她出來我們對她的腿沒有意見 對 你麥克風拿開 這是什麼 這個衣服很厲害 辣妹 辣出來 我覺得她其實也太縮了腿的困難 對 另外一種方法 妳想把臨口往下拉一點 妳腿完全沒問題 其實算了 妳的腿今天就不追究了 不追究 這麼容易原諒她 這麼容易就放她 我知道這種大腿會 就是比較粗對不對 妳是覺得大腿粗對不對 大腿很粗 而且我朋友都說很像水泥耶 她穿裙子是非常好看的 她其實是因為腰太細 所以她讓她的所有的問題都出來 而且她腿妳有沒有發現 妳知道我辦案比較仔細 她的腿會看起來大腿這麼粗 是因為她的膝蓋太黑了 你看畫面上她膝蓋太黑 她大腿很白 看一下她全身 對耶 所以大腿那邊看起來 特別受光面很多這樣子 所以她先去美白自己的膝蓋 會比較幫助嗎 所以比較有一點效果 妳有擠腰 我也不知道 大概擠腰 那個 那都抱 沒有 抱什麼看 20 24 她要撫摸她 我怎麼知道她說 她腰真的 23 很細啊 24 24 24 就是每個人都有她腿的問題 對不對 我的腿我也覺得我的小腿太彎了 OK 可是每個人都有她覺得過不去的地方 超彎的 對 但別人都覺得也許還好 我有妳這個腿我就很開心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知道自己到底 哪邊的比例是有狀化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黃金比例 美妮 其實腿的黃金比例 我們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我覺得那個要得天獨厚的一個先天條件了 然後其實在場大家的腿都是 就是只需要微調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的大腿最粗的地方 是我們身高的0.3 身高比方說165乘以0.3 然後這個公分數就是你大腿 唯一圈應該要有的圓周的這個公分數 對 然後小腿度的話是0.2 腳踝啊 腳踝其實很重要 腳踝 對 腳踝其實我覺得影響整個視覺 沒有錯 對 腳踝的話 你身高來看要乘0.1而已 不能夠超過 對 那我們其實可以來看看 真的有這樣子完美比例 現在就是 目前全球身價最高的超模Giselle 這種腿應該男生就是會非常喜歡 太美了 對 那她為什麼要坐在行李箱裡面 對 帶回家 後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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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其實你看她的腳踝 然後小腿度也有一點點的曲線 對 不是完全直的 然後在大腿部分 腳踝真的很重要 真的真的 對 那這個呢 是國際性的超級模特兒 嗯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在台灣的部分 對 有沒有跟我們輕一點的人 有有有 其實我們台灣大家最知道就是 姐姐謝金燕 好漂亮喔 對 她的腿其實真的是美到不行了啦 對 這是她的招牌 她腿好美喔 然後其實呢 謝金燕姐姐 因為她那個身高是夠的 但是我們很多嬌小的嬌小的女孩子嘛 像美人姐其實是比較嬌小型 可是比例是真的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聽到沒有 專家獎主要領 有有有 我這頭大耶 她沒講這個吧 對 那我們 蔡依林 對 比較嬌小型的經典代表 其實就是天后蔡依林 對 她的腿部也是有力量 然後曲線會比較匀秤 那其實各方面的比例不會說有很 特別哪一個部分會比較膨脹 OK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所謂美腿比例 黃金比例 對 所以Jolin的腿是黃金比例 然後大家看一下她的羅馬鞋 我們另外一位 在現場也有戴羅馬鞋的 對 我知道 小小魚竟然有一款 跟她是幾乎一樣的鞋子 這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平常鞋子我一定 因為我腿短 所以我都會穿很高很高的鞋子 然後有一次辛梅姐她就很好 她就說她有一些鞋子啊 然後她不穿了 然後看我要哪一些 就全部挑 結果我就看到這一雙 我就覺得天啊 太美了 但是我自己沒有留意到 辛梅姐是美腿 但我不是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收下這雙鞋 後來發現我根本穿不了 妳穿的會怎樣 我穿了肌肉腿更大 小腿度看起來完全截斷 所以妳不知道她的腳踝是細的或是粗的啊 小腿更短 她被遮住了 本來已經夠短然後一截開又更短 我就不清楚了 像後面那一位也是短靴 我也是看不清楚她的腳踝是細的或是粗的啊 可是因為 對 那為什麼差一點也是嬌小 她就可以穿 因為她腿細啊 腿夠細 她沒有像我 我勸妳不要穿這雙出門 我沒有過 美妍錦妳可以穿 我也不行 那這個 李妍錦來穿就OK的嗎 小腿也夠長 她可以駕馭所有的鞋吧 她的腿 因為我的小腿也不夠長 不可能穿得了那一雙 對 腿要長 小腿要長 然後沒有肌肉的那一塊就可以了 腳踝更短了 腳踝是空的耶 腳踝看得到 天啊 更短了 所以這個要腿細的才能穿 對 腿細還有腿長的人 太短了你的腳踝 太短也不適合 太短不好看 就是要腳踝有一點點肉穿才好 好難挑喔 這鞋子真的太難挑 但又不能像小小魚這麼肉 所以我才想說我們今天做這一集 就跟你講說真的了解自己 你就不會花很多冤枉錢 對 然後就會知道很多東西這輩子跟你 不會 不會 沒有錯 在逐步診斷完 現場女生的腿部狀況後 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更進一步的檢查 究竟三位女藝人的腿部三項長跡 是否符合腿部黃金履歷標準呢 那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她們都穿黑色洋裝 為了要證明她們的 不要受到衣服的影響 對 所以三位的狀況 都很清楚 那因為剛剛講了說 比例是多少 身高的什麼 0.3 身高的0 跑跑跑 馬上 有得了 有得了 兩者 殘酷的時間到了 可是要量到大腿最上面 要最粗的地方 好 你身高多少 來幫我們計算一下計算機 172 172乘以0.3 等於多少 好 你這邊量出來是多少 49 公分 OK 51 所以你就偏細了 51.6 你偏細了 偏細 好 小腿呢 然後小腿呢 壓力好大 這裡是30 那是要身高乘以0.2 2 0.2 3 4.4 她多少 30 太細了 太細了 太多了 這邊才19公分耶 乘以0 24 20 20.64 果然太細了 她通通 妳三個比例都 太細了 那我等下 我的小孩看看好不好 好啊 我15 7點 15 算158好了 157 158啦 157啦 其實差不多縮起來了 157.5 158啦 158啦 好啦 給她158好了 這樣幾公分 美人姐也是19公分 跟妍瑾一樣 哦 18.9 妳完全幾乎是完美 是不是短的交話咖比較好 哇賽 C 完美啊 對 因為這身高有關係 對 對 小腿 158乘以0.2 31.6 妳多少 30 啊 偏細 30 她偏細 30 OK 大腿根部就算了吧 我們 好 好 那到底 哇 對 我跟妳講說不定我的還OK 但是就是 這算 對啊 我是骨頭不標準了 這已經 說不定妳真的是 是好的 妳身高多少 168 先從大腿 對 53.5 53.5 啊 超過了 出了 出了 33.6 小腿 小腿33而已 哦 剛好 哦 標準 最標準只是形狀 對 比較彎 腳踝 所以0.12 對 腳踝這邊 21 21 20.16 OK 超過 也是OK啦 所以她是大腿 所以各位 大腿太酥 那如果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我們自己的 腿型問題 對 那我們要怎麼救 其實我們可以用絲襪 也來做一個搭配 對 因為像剛明川老師有講 像裙子或高跟鞋 它是一定可以拉長我們的身型 對 可是絲襪它是 直接在我們腿上去做一個變化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設計啦 圖案或者是剪裁 其實我們可以去讓這個視覺效果 直接就是創造出 視覺上黃金比例 那適合妍景的單品有 妍景三個比例都偏 對 太細 太細 所以叫哇咖代表 這邊有就是 看今天那麼細還穿黑的喔 沒有 我們就是特別沒有挑黑色的 藍色跟紫色 藍色跟紫色 對 等一下是蕾絲色 可是它的圖案是什麼設計 如果 如果藍色跟紫色的話 皮膚黑的人 你這邊 皮膚比較黑的 你要穿 那個藍色 皮膚白穿紫色 我黑 穿藍色 這個是要讓瘦的變 變胖嗎 胖 其實是讓它比較模糊掉 那個曲線 然後如果說是這一雙的話 待會兒眼鏡也可以試試看 它是比較有層次感 我把那個線條模糊掉 對 其實你會覺得 它的小腿肚跟腳踝那邊 變得比較好看 就變直更比較勻襯 對 比較好看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呢 另外這個也可以請眼鏡試試看 它就是穿另外一隻腳 這更好看 那一根還是撈起來 那兩根 那兩根 我覺得右邊那個更好看 對 右邊好看 對 真的出來 因為這個 這個真的比較粗了對不對 對 右邊好 變粗了 這個側面可以看到它的 延伸性 其實是非常性感的 看起來比較粗了對不對 對 你們知道為什麼會變粗嗎 因為它這邊的圖紋 它是一個片狀的 所以它就是放大放大放大 但另外一邊 我們看它另外一隻腳 它是點狀的 它是變收縮的效果 OK 所以就是兩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因為它是片狀放大 就會讓椒仔咖很變大 所以腿粗的人 千萬不要穿那邊的東西 對 所以腿粗的要穿這一種 可是明川老師 腿粗的人很喜歡穿 現在很花的 Legging也很恐怖對不對 超恐怖的 很恐怖 花穿緊觸到極限 對 OK 那它的腿還可以怎麼樣 所以像它這樣子片狀的 就是可以放大那個椒仔咖 另外像我們比如說 Legging也是大家都會選的 那記不記得之前我在節目當中 其實有介紹一個 像牛仔丹寧的那個面向的Legging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常在節目中告訴大家 你千萬不要Legging單穿 因為很尷尬 如果你是一定 你想要單穿夏天嘛 想要單穿 你就可以選擇是 它是模擬酷型的 對 厚一點的 厚一點之外 其實不是厚 是酷型 酷型的變化 待會兒我們讓妍瑾試一下 然後讓大家 就是從她身上可以看出 我剛講 好 接下來O型腿 明春老師 它適合怎麼樣去 O型腿 像我來做的話 你們知道我最喜歡 腹腹得症 就讓她O到爆 更O O到爆啊 不要啦 O到爆 你比較放棄我 因為你知道嗎 以褲子來講 當然如果你要選褲裝 一般來講 像今年流行的一些 比較像這種寬褲 比較寬的 比較寬一點 它會讓它的腿型的形狀 比較不明顯 完全對 完全的做修飾 這是一種所謂遮住 你就把它整個遮住就好 那就整個都遮住啦 對 那另外呢 比如說一樣是Legging的話 我會選擇一樣是這種 條紋的Legging 因為去破壞它腿部的線條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現在就來試 好啊 但可是條紋不會顯得 我的腿更O嗎 因為它直直的 我才會歪掉 可是它比較寬鬆 對 套一隻就好 這隻是鬆緊的呀 對 鬆緊的 而且它的布料的關係 它是比較仿丹寧布 所以會比較硬挺一點 那像它有腿型的問題的人 就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布料 那你看喔 直線條的東西 就會讓它原來的腿型的線條 完全的消失 好像是耶 好好看 尤其是在這個位置 那我剛剛講 因為它小腿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你用直線條拉長我們的腿部的線條 好像 小腿好像感覺變長 它如果兩隻腳要穿起來 要不要看看 會不會它原本的O就不見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直接讓它原來就是O型腿的線條 你去放大它 所以你看你用直的東西 讓它的原來不規則的形狀拉長了 它自然而然就會讓它腿看起來比較直一點的 而且側面看過去真的很直 然後再加上我腿再用力一點 夾起來 老師一定要有線條 還蠻陡的 一定要有線條 或者是呢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 一樣是線條 另外一種就是隔紋的 隔紋的手勢 隔紋的手勢也會比較好 隔紋放大吧 你可以試 好 唉唷 真的 好 你看我們變成隔紋 它的效果會更好 因為就是把它那個線條破壞掉 因為它是O型腿 所以它的腿部的那個骨骼輪廓會很明顯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些隔紋啊 條紋啊 甚至是印花 都來破壞它的腿部的線 或者是它的裙子只要穿到蓋膝蓋 其實就很好看了 因為就不會有 不會有多一個轉彎 露多一些些 對 那當然如果它一定要單色的話 你就必須要選擇這個Legging上面 它有一些 剪接線的變化 嗯 比如說 喔 再拖一件 喔 它有剪接線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件褲子 它其實它在剪接線上面 它在這邊有先做一個斜角的一個設計 這邊也有內移的一個設計 下面它又 有縮口的一個設計 它也會讓它的這個 因為剪接線去讓它做出兩隻 有線條的腿 這根本就是特地為O型腿設計的嘛 好 好 我們先從側面來看 你看它像這邊 它有做一個內移的剪接線 所以把它的整個腿部都跟著 往內縮 它已經是O型了對不對 讓它變往內凹的O型 它的腿就會變直囉 再看正面 它在大腿的位置有兩條剪接線 到膝蓋又有一條剪接線 所以它就變成 先把腿部內移 往內縮 再拿你的腿變直 這樣子也會讓我們的O型腿 變得比較 視覺上比較有改善的效果 比較不會注意 真的 對 好厲害喔這個 好看 而且重點感覺腿不會粗 對 而且腿會拉長 因為它的問題在於 它的腿的比例 可以讓它變得更長會更好 所以在整體的造型上 我就會利用褲子來幫它做變化 OK 而且這顏色很漂亮對不對 對 今年春夏其實有很多這種 繽紛的糖果色 但今年糖果色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飽和度夠 但沒有螢光 所以今年春夏不要再買螢光色囉 有點過了嗎 對 對 OK 好 那它也要去改造嗎 我待會兒就會用我剛剛講的 這種寬褲去破壞它腿部的線條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今年春夏 你就算有腿型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看韓劇 很多韓劇的造型裡面 其實都在修飾我們的腿型喔 好 所以沒錯老師 要再幫我們的 喬心 改一下 對 我會利用我剛剛講這條褲子 讓大家可以 看不出它的形狀 但是因為它要讓它比例變好 所以上半身我要搭一個是 比較不規則形狀的單品 這樣它就可以整個都往上提 就會讓它的O型腿 從視覺上就消失了 喔 喔 好好好 這件好好看喔 喔 可以這樣喔 謝謝 好看喔 我們來瞧瞧 那我想Mendy 瞧瞧是這種腳踝比較粗的 對不對 好 絲襪可以怎麼補救 其實我們要用一些特殊的設計 一個是用圖案 一個是用材質 然後我今天有準備兩個 就是都可以 絲襪還有什麼材質 對 都可以給小小雨試試看 絲襪不就是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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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一個是它有輕肌能 它可以讓你的腳踝就是 立刻出來Say Hi 真的 什麼意思 腳踝一刻出來說Hi 對 就是腳踝終於出現了 腳踝會說話 它是會揮手是不是 就是有點像 輕肌能 係數比較酷襪的那種 對 但是 但是有用就是 漸進加壓的方式 然後因為還有做腳型 所以會順著你的身形去加強 等於我們剛剛量那個黃金比例 像瘦腿襪一樣 對對對 瘦這邊 你看她手這邊 那我要穿看看嗎 看一下 當然 當然 就是為了您準備 好 喔 它因為特別做了一塊 對 然後其實它就是在 我們剛剛講的那三個點 黃金比例那三個點去加壓 它就L型啊 它到底就L過去了 所以穿這個是不是穿上去 要一個小時左右對不對 沒有 不好穿 其實小小魚這樣穿襪子 是很不對的 你要全部捲在一起啊 那你要捲 你不會穿嗎 完全不對耶 你沒有穿過絲襪嗎 你都這樣穿喔 對 她幾十年來都這樣子 穿這種比較緊的 你會很難穿 一定要捲啊 你要看一下啊 這個在腳後跟咩 所以你是要這樣 穿錯腳是不是 對啊 所以是要這樣子 這種看還滿 腳尖要先把它拉平好 對 然後腳踝 你邊說這個 穿絲襪正確步子好不好 Mandy 好 像現在這樣子是比較正確 慢慢 慢慢 小小魚 你最貴的絲襪穿過多少錢的 500 500但是是三雙嘛對不對 三雙500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呢 然後你穿上去穿絲襪 最後你要稍微 你站起來一下 我幫你 你要稍微 就已經削掉了 你要稍微順一下它 光正看就削掉了 有沒有 立刻那個地方 順一下 他的 還有膝蓋這個肉也會收 有 其實膝蓋肉浮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他會把它收進去 好 你要穿哪一雙鞋 如果是這個藍色的呢 所以他就是要讓他的肉 變緊實是吧 對 然後他的腳踝就是會變細 那這種絲襪是不是就比較厚了 所以我們要買厚一點絲襪對不對 就是它有支撐力嘛 它可以把那個肉支撐進去 對 可是後來有一個重大缺點 就是不容易撕破 幹嘛要容易撕破啊 這一雙你撕破 我跟你講 所有女人都跟你翻臉 真的啊 這法國的 不一樣 不能撕破 所以要看品牌 要先問一下 不一樣對不對 好 他的這個腳踝的地方 腳踝真的跑出來 變細了 他腳踝變細 是不是因為那個 它有一個線條是往橫的 一個往直的 所以它會分 就是分得比較清楚 它其實是這個有分段的壓力 所以腳踝其實是比較緊的 對 但是它又不至於讓你穿得不舒服 所以這一款的襪子是 肉肉腿的救星 那這就是騙人的啊 他就是把他的肉從腳踝上騙人 他就跟化妝一樣 化妝也是騙人的 好 我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它這個深V的效果 其實會一直從腳踝延伸起來 然後呢 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我們比較在意的地方 再稍微把它拉高 就是讓它是一個深V的曲線 剛才是覺得圖騰很好看 但是我現在發現 素色其實更好看耶 好奇怪 不是因為這個素色的縮腿效果比較明顯 對啊 更好看 因為它比較硬 它比較能把它收進去 剛才妍景看圖騰那比較好看 妍景因為腿細啊 對啊 對 小小瑜適合穿 所以小小瑜是適合穿素的 然後是可以那個 夾壓的 夾壓的 夾壓 對 好 謝謝 好 找到你的絲襪了 林村老師 你還是要幫小小瑜做全身的搭配 其實我會建議她 一般來講啦 如果我們要把她的腿型表現出來 然後因為其實像小小瑜平常也會穿褲襪 大家都穿黑色的褲襪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就先保留她紫色的褲襪 然後我想要讓她穿起來是更有 你知道現在歐美揭開的感覺 比如說呢 露出她的腿型 我們用一個仿皮的一個 也是格紋的感覺 有點運動風 因為她有一個抽繩 然後小小瑜其實腰很漂亮 她的腰很美 所以我會搭配一個短身的 露個腰 露個腰 對 然後再加上她的紫色的褲襪 讓她的整個顏色也有了 然後腿型也有了 色香味俱全 最近上面也有紫色啊 對 OK 好 好 好期待喔 好 各位 這個李妍錦呢 焦耀卡李妍錦已經改造完成了 一起歡迎她出場 李妍錦 哇 太賴波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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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模嘛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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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褲子太厲害了吧 這個褲子還一直在牛仔褲一樣 太扯了 老師 是 所以啊 我剛剛講就是 如果你真的Legging要單穿 真的只開放 本人只開放牛仔褲長相喔 其他那個什麼 什麼七彩的啊 花不溜丟的 都盡量不要單穿 都要配 配長上衣什麼的 那為什麼我說牛仔褲長相OK 是因為啊 你可以看一下她DOWN的地方 其實她這個DOWN的地方 她就做得真的是像牛仔褲一樣 這邊還有一段長度 對 她就不會讓你很尷尬 直接貼著 對 所以一定要有那個視覺上 還有那個DOWN的一個效果 再加上 因為她是椒仔褲 你會發現她刷色在內側 對 我剛剛有注意這個 對 她這個刷色 其實就是讓我們腿變 你知道 量化 就是讓它變粗 就像有點膨脹 對 膨脹的效果 因為後面還有花 我看到 那側面的花紋也是這樣子的作用嗎 對 這個側邊的花紋 其實 如果你是腿粗的人 它會達到視覺內移的效果 可是如果像她是椒仔褲的人 他就會也是 把你的腿分量變增加 所以這個側邊很特別就是 不管是粗腿的 細腿的都可以穿 唉唷 另外啊 今年記得 如果你要穿這種leggin單穿 變成窄管褲的效果 一定要配肩頭的高跟鞋 喔 千萬不要配那種圓頭 或者是不要配 平底鞋 前兩年流行的那種前高後高 前水苔後水苔 你再配上這種貼腿褲 會看起來超爽的 真的 所以一定要肩頭鞋 那另外我幫她配一個 其實也是有巧思的 我配一個短板的上衣是蕾絲 去跟她的側邊這個蕾絲的圖案 是去做 呼應 然後再搭一個 紅色系一樣是藍色系 但是淺的藍色 黏麻的材質 去讓她的這個leggin的牛仔褲 看起來更真實 像真的像牛仔褲一樣 那就會讓我們在穿搭的時候 不但有修飾腿型 同時也讓你今年的春夏的時尚感 可以表現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 椒花咖很難買牛仔褲 尤其是這種就是貼腿的 它這超貼啊 一般我們椒花咖就是 像我這個身高 可能我穿M號的 然後我全部 到小腿都鬆的 所以我到那個小腿的部分 都一定要改過 所以反而你可以在今年選這種 牛仔褲長相的貼腿褲 我覺得重點是 她那個當真的是比較低 感覺她的腿比較粗 而且因為她腿又長 所以我其實選了一個 比較長版的西裝外套 都是讓她的比例 我把她腿變短 這樣子她的那個椒花咖 我剛剛講的 短的椒花咖 看起來比較有親和力 所以我要把她腿變短 短的椒花咖 就回頭看我而已 為什麼不是椒花咖一組啊 可是我跟你講 你身上的外套 是我一輩子都不能穿的 為什麼 身高夠高 沒有 我的身高不夠高 穿棉麻穿不起來 對 棉麻一定要這樣的身高 一定要高個 所以很多人都看她 哇 那個什麼歐洲雜誌 都穿棉麻 就買來穿 我跟你講就是真的是 很難穿 所以我一輩子都不用碰棉麻 一般東方人的身形 穿上棉麻這種西裝外套 一定會讓你 對 一般我們在講簡鈴的穿搭 顯瘦的穿搭 但如果你是東方人 像美人姐 一般我們傳統的 這種身高 圓圓的身那個肩膀 我們穿棉麻就老了 立刻老 立刻老 但她的身高可以 怎麼可能 夠高 你不要叫我試 因為我試過太多了 我丟掉多少棉麻的東西 穿的就馬上 馬上變老 瞬間變老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認識自己的比例 還要認識我們適合什麼材質 可是我超適合穿絲的東西 然後高的人穿絲的東西撐不起來 很奇怪 對 我穿絲的就 對 很妖 對 就很妖 然後太飄了 對啊 所以我今年丟掉很多那種 絲的東西 我丟掉很多棉麻 因為他們想交換 對啊 而且那棉麻還OK 一點點看樣子 亞麻那是絕對不能碰 而且那個亞麻褲有沒有 今年不是流行寬的那種褲子 我們這種身高的人 Don't touch 千萬不要 你相信我 我被我的設計師丟掉多少 這種東西 對啊 真的 不要花勇往前 不要花勇往前 真的 一定會很老 嗯 我花了很多錢 他很恨亞麻 想不到美人姐對亞麻材質的衣服 竟有這麼多運言 即使選擇正確穿搭 的確是能為美腿加分的 而李明川老師 利用Lakin褲 以及麻眠外套做搭配 讓臉頸下半身不僅有形 而整體看起來也十分俐落 姐姐妹妹們 這一招可要學起來哦 教大家一個最簡單 你要測試說 這個服裝造型 適不適合你的方法 現在大家有智慧型手機對不對 都會自拍或者是拍照 你就是用那個修圖軟體 比如說你先去網路上 找一些你喜歡的穿搭 用修圖軟體把它宰下來之後 再把你自己的頭貼到那個 模特兒的臉身上 你就會知道你的臉 配上那衣服合不合理 搭不搭了 嗯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黃潮欣 瑤瑤小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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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見了 好可愛 他歐真的不見了 對 特地的不見了 這好厲害 中間就垮掉了 腿好長哦 而且感覺很直 而且你小腿被莫名的拉長 因為他的小腿是短的 對 因為直條紋把他腿拉長 其實這個上半身其實很 這個上半身對於修飾他的身型 很重要的是因為他下半身是O型嘛 對不對 所以我讓他的上身也變O型 對 所以像是兩個O都組合在一起 這個人就會變成合理的身型了 而且這件上衣好像要上身長一點的人穿好看的人 對 對不對 沒錯 上身長的人穿好看 可是一般人覺得這種褲子這種長度 穿起來頭會變短 可是喬喬 穿起來就是整個比例很好耶 因為他的腰線也長 大腿也長 所以把褲子的長度變短了 而且感覺有點那種隨性的那種感覺 有 你這樣很像那種 比方說Chanel的總肩那一種 哇天啊 Chanel的總肩 Chanel的總肩 什麼Prada惡魔的那個 對 我們現在走一下好不好 我們走個台幅看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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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氣質 那個O型腿完全不見了 對 哇塞 那個沈然泰好有氣質 哇 對啊 我很少背後有氣質耶 你不要講話就好了 對 真的 他走出來我就想到那個電影 Tranja Prada的那個 Milanda 美麗子歲譜 對啊 是他嗎 那個 阿海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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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說是總裁那個 不是白頭髮那個嘛 不是老的那個 年輕那個 好 年輕那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我覺得他比較像老的那一個 對啊 對啊 演老闆那一個 這評價非常好耶 就是整個感覺氣質都變了 這也不是很貴的衣服嗎 老師 不貴 這套可以買下來嗎 恭喜你 恭喜你 而且沒有O型腿 想不到原本對O型腿感到困擾的黃喬心 在經過李明川老師的改造後 原本明顯彎曲的腿型 再經過條紋褲 以及上衣的修飾 身體型的十分時尚友情 只能說李老師實在更不簡單啊 妍瑾跟那個 喬希你們這個衣服 穿起來都很舒服對不對 對 重點是舒服 舒服又好看 也可以很舒服 所以可以修飾你的身體的 也可以很舒服 對不對 最難的要來了 每次第三個出來都是這個難度最高 而且我們剛剛請她換另外一個絲襪 對不對 適合她的那種網襪 對 OK 我們歡迎小小玉出場 哇 背的腿喔 腿直接整個變掉了 哇 這個絲襪厲害 這個絲襪厲害 對 這襪好特別喔 哇 好有心機的絲襪 這個絲襪太心機 而且她整個那個風格就是很滾搭的 有巴洛克有運動風 然後又有女人的性感 女孩的那種甜美的感覺 就是這個絲襪就把她的腳型修飾得非常好 對 因為用陰影的感覺 然後去往前推 最早她的腳還粗嘛 現在看起來腳還是很細 對 現在看起來腳還是很細 下面那一小跟上面那一小都很好 腰也小啊 腰也小啊 你以為我是不看的嘛對不對 不練習啊 對啊 可是她這個腿是老外喜歡的腿對不對 對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只要是 像這樣子 她的腳踝有出來的話 老外就會很長 所以肌肉型也是要看怎麼搭 就是東方跟西方的審美 不一樣 老外喜歡 西方人喜歡有肌肉 有肉 然後有Q彈 就是說 你拍那個腿的時候 偏袋 你好好講 誰沒事會來拍我的腿 不是 不是 是拍攝的拍吧 拍攝我的腿 那個腿的肉質 好像蹲蹲蹲的感覺 對 她在蹲馬上彈回來 對 我真的是 她要有那個 有一點時間 她這個已經進階到 和牛的等級了 對啊 好高級喔 對 高級不錯 所以也就是 彈性很好 也就是男人在看女人的大腿 是想到那個 彈力對不對 沒有那外國 那外國 她會想到說那個肉波動 是哪一種旋律的 等一下 什麼是吉他 那時候裡面 防衣就連在裡面 有的會陷進去 對啊 就太軟了 那是水吧 所以她的肌肉腿在國外 是很好了 只要那個腳壞出來就OK了 所以男人看女人的 角度真的還 我們覺得線條不錯就好了 他們要的是 肉質 其實 線條不僅人會判斷 那肉質真的比較重要 對 因為有時候女生走路 如果真的腿完全沒有一點點 肌肉腿晃那種 不可以這樣子 鬆鬆地晃 對 太鬆 鬆鬆地晃 可是我告訴你 你去美國看一下 那種晃晃的腿多少 對 對 超多 那種就不行 所以現在 美國很流行運動 像那個 我的兩個妹妹 現在在美國 其實他們所有的同學 都是瘋運動 高中現在運動就是流行 以前可能是 要偷偷泡外面喝酒幹嘛的 現在就是要去健身 我跟妳講 他們看過這一集 他們買絲襪就好 不用運動 也是要啦 這是台灣人的小 肌肉腿啊 肌肉腿更重要 就是看他穿什麼 他穿這樣 你有比較喜歡他的腿嗎 就比較結實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 形狀 你看他也在乎肉質啊 你看 慢慢台灣人 你老實說 其實小小瑜這雙我覺得最厲害 是因為 因為我們先從大腿來看 因為他大腿的那個 不規則的那種 像藤蔓一樣的形狀 就會讓他原來大腿圓形 被破壞掉 然後側邊的藤蔓 又把他的小腿往內縮 看起來就會腿比較細 我覺得後面看也很厲害 然後最重要是 他從後面看小腿整個細 他那個不規則的藤蔓 會讓他的腳脖子 就是腳踝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 你轉一圈 轉一圈 他背面差很多 你看 他這個腿也太細了吧 其實後面的腳踝也是 因為那個線條是往下之中 對 後面腳踝也是一個 收進來的視覺 對 不像肌肉腿那種很嚴重 因為他整個收拾很好 沒有 這個完全就是 既可以自欺又可以欺人 這樣 沒有 自欺欺人 不是 你就是趕快買十雙 因為不一定會再出 對 有一些圖案其實穿起來是更胖的 就是小腿度會更大 然後我其實通常看到那一種 我都不太敢買 通常只要有線條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那種直線條 我就想說 可以當Shadow的感覺 結果我穿出來根本不是直線條 是閃遍的 其實我就覺得私房話應該辦一個 就是說我不適合的 對 對 對 所以每天我跟樂妍學的 他說 美金歐元跟台幣都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所以對妳也許 妳在台灣花不到澳元 澳印就要轉出去 對不對 那這些衣服 這些飾品 都是我們搭出 花錢買的 而且妳看我這衣服 這個那麼好看 就應該可以大家轉出去說 妳適合什麼 對 有些真的適合 我不適合的給妳 看這個小小魚穿一個 就很適合 然後我穿就 好像穿那個上衣一樣 對 這是我的洋裝 可是是妳的上衣而已 我穿起來會變上衣 真的耶 可是這件很好看 真的 沒有 這適合我這個身高 因為妳的腿剛好最粗的地方露出來 會露出來 喔 我覺得不好 還要長一點 對 我可能會好一點 妳是想要拿延遲的衣服 原來如此 不是啦 妳真的會露出腿最大腿 就大腿根部的地方 大腿根部最短的 對 其實我這邊要稍微寬一點衣服 我穿都短了 我穿的話要再放 對 那沒得放了 這件應該就只是上衣了啦 而且真的其實我們在講服裝搭配 告訴我這個要再放 沒得放了 妳的放 妳要接部放 這個太短 這真的太短 接一塊黑部 有需要這麼搞剛嗎 不用了 這樣比較辣啦 其實就算了吧 就算了 對啊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女生都會想要買褲襪 來讓妳整體的造型看起來更有女人味 可是妳在選褲襪的時候跟穿搭有關係 不是只是褲襪歸褲襪 穿搭歸穿搭 比如像小小魚現在腿上這一雙 你想想看 試想如果上衣是一件繃帶裝 那有多麼可怕 對喔 對 太過性感 會很可怕 好花俏 但是妳看我幫她搭一個比較運動的 然後比較中性一點點 甚至有點俏皮 這樣去凸顯她的褲襪那種很華麗的感覺 妳就會平衡回來 變時尚 對 不是啦 搭褲襪搭繃帶裝就真的麻痺 真的 而且又這一個是比較豔麗的襪子的感覺 對 好 請回座成功 OK 這件事出乎意料之外 原本最棘手的改造對象張新宇 在李明川以及Mandy老師的聯手幫助下 既能有如此大的改變 而利用正確的單品加上絲襪 真的能有效地將腿部的線條 變得更加修長 這一次的改造只能說太成功了 剛剛看小小魚穿絲襪 我就快要崩潰了 很好看 她一直都這樣穿 所以她是不怕勾破的嗎 所以我才問妳說 妳最貴穿過多貴的絲襪 其實我還蠻常弄破襪子的 妳應該講說妳絲襪活多久 如果是一雙才一百多的 我真的只能穿一兩次 真的 可是穿其實有技巧 其實妳有一個美感 有一個褲子 但是我知道那個要穿的時候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女生做指甲 不是很多飾品 對 然後妳再把那個褲襪捲起來的時候 妳就用拳頭 就飾品收掉 然後拳頭 然後去把那個襪套到最底 然後挖成一坨之後 再從底下慢慢穿上來 就勾到 對 嚴謹講的這個也是正確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呢 它會讓妳比較容易把這個襪子 撐開來 形狀撐開來 對 然後比較不會說圖案弄反了 因為妳從上到下順下去 然後最後再從腳尖穿起來 其實這個也要跟妳們男生講 妳不要那麼粗魯 襪子很貴 不要絲破就對了 不要絲破 所以先問一下 今天這箱多少 妳知道 妳知道嗎 不然妳很嘲惱 要不然妳很掃興 有沒有 而且我要提醒女生 就是如果妳是 所以男生也要提醒絲襪 妳是選那個有圖案的絲襪 妳穿完真的一定要對著鏡子整理一下 把那個圖案稍微整理一下 我看過太多路上的女生那個 比如網襪 明明是規則的格子 它會這樣子變成一個旋轉的 一個摩天大樓的感覺 所以就是妳真的要稍微 整理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妳的這個紋路 是不是在對的位置 那正確的洗涤跟保養是什麼 其實像我們的絲襪 我們在洗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把它 是用一般常溫的水 然後用中性洗涤劑 然後稍微地去搓洗就好了 然後我們洗完的時候 要用這個大的毛巾 把它吸乾 乾的毛巾把它吸乾 不能夠用脫水的 然後如果你濕濕地掉的話 更慘 妳洗了一次之後 就變大尺碼 因為妳濕濕地掉之後 它的那個水分 完全不行 拉拉長 對 所以建議 她一穿就鬆了 對 建議就是說 一定要用那個毛巾把它壓乾 然後平地放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很平衡 尤其台灣很少 比較 比較害羞吧 不會啊 我們穿不到這個為什麼 妳的口味這麼重喔 因為我們今天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說有的可能 OK 這怎麼會是口味重呢 但是台灣人 看到這個會打味道 會怕你知道嗎 會怕 會覺得這個 想幹嘛 是不是有在特殊行業 覺得是特殊行業 很奇怪 真的喔 所以太過性感了 所以那這個是大腿的話 這是有矽膠的對不對 它就黏住了 會指滑嗎 指滑 其實有矽膠的會比較容易穿 因為 其實會建議大家可以學一下 怎麼穿這種襪子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一開始不習慣穿絲襪 你穿穿脫脫 反而就容易把它弄破了 可是你穿這種大腿襪 就沒這個煩惱 你其實穿了一整天 它就是固定在這裡 然後OL其實你知道 就是說上班很忙 其實穿這個反而方便 妳就不用 上廁所 對 妳就不用穿脫 而且夏天也非常 最主要是因為很多 穿絲襪是整件的 會悶住 對 有時候不是那麼的衛生 或者妳不方便的時候 就只能穿大腿襪 可是有矽膠是不是很難保養 其實不會 因為它就是用一般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講的 中性洗潔劑洗底 但是它有一個重點喔 我這邊要拿給大家看 妳洗完的時候 比較好的絲襪品牌 它在當時賣妳這張絲襪的時候 就會附一個就是隔板 把這個矽膠的地方隔開來 它是這樣子賣給妳的 讓矽膠延長矽膠的壽命 因為矽膠 對 寧川老師說的沒錯 就是矽膠跟矽膠碰在一起 妳再把它撕開 就會去影響它的品質 而且台灣很潮濕 它就會黏住 所以把它隔住 對 所以妳洗的時候洗完 妳要再把它放回去 其實人家附這個牌子 是要讓妳 是保養用的 希望不要傻傻把它丟掉 對 這樣子這個大腿的話 就可以算很久 保護矽膠 真的丟掉就拿個硬直板 剪一剪 對也可以 如果沒有 妳就是用妳自己的直板 去把它剪開 就可以隔開了 對 用個矽膠把它從妳 矽膠不要被矽膠碰到 對 那有人把矽膠 裝進胸部裡面都 那是另外一張矽膠 對 另外一題 對 另外一題 這個補到妳是那個 我了解 為什麼妳能看到穿掉襪袋 會有壓力 你覺得這個女生應該蠻會 會覺得她要幹嘛 就覺得今天要忙 太有攻擊性了 而且不覺得那個有美感 覺得很動不了 對 因為可能我們被那個 射擊影片影響太多 就覺得 就覺得 就覺得那種女人一定不正經 而且說真的 我們現在還是已經覺得說 這東西是不是一定要去情緒 用比例才買得到 對 在歐洲是什麼女人才穿掉襪袋 也是不正經的女人 沒有啦 就是一般的女生 那個凱特王妃會 那個 會那樣穿嗎 說不定 你怎麼知道我會 不定喔 你還在家裡玩得開耶 我覺得一方面跟文化有關係 因為從中古世紀 那個歐洲的文化有掉襪袋 所以他們一直延續下來 那因為中國 在那個年代只有國小腳而已 沒有別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文化的差異 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 一開始是 沒有那個技術 去做整雙的絲襪的 以前的絲襪 通通都是掉襪袋 所以以前的人 都是特種行業 以前的人都不正經啊 對啊 沒有 就是以前 這個原因是因為 以前 我記得我媽媽的那個時代 也都是 撩穿掉襪 不是 不是我媽 我媽是沒有的 我媽媽那個時代 我看一些人是 因為他們的絲襪 沒有整件耶 我記得小時候看他們的絲襪 不會是褲襪 絲襪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 會先穿一個像衛生 內衣 然後是全身的 對 然後就會夾 然後再拿一個袋子下來 把褲襪夾住 對 因為是沒有 沒有整件的 是只有到大腿的 對 而且你知道以前的審美觀是 如果他看你穿一件洋裝 然後他從這個地方去 隱約看到那個 扣子的痕跡的話 是當時那審美觀是覺得非常漂亮 而且因為當時只有貴族 才可以有這種雕襪帶 就表示他穿得起絲襪 是有錢的 所以他的洋裝就是隱約露出這個扣子 是當時的一個流行 對 好酷喔 你滿希望這個復古風可以吹起來 對 對 應該不容易 如果說我們襪子就是要收納的話 會比較建議說大家要把它用捲的方式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人會用打結的 對 打結的 對 媽媽都這樣揪 我跟妳講 我那個抽屜裡面的襪子 這種長的有沒有 我幹嘛是這樣子 Q在那裡 對啊 很多人都這樣 蛤 打結會怎樣 我覺得這樣會怎麼樣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纖維沒有辦法在一個正常伸展的範圍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彈性會不好 我那幾箱只要百多塊而已 可是其實我覺得大家講說四襪 可是百多塊你好好保護 可以用久一點 可以用久一點 對 而且尤其你有的時候真的買一雙好的襪子 對 好好保養它 然後穿的時候感覺也會比較 覺得 是很有品質的 所以不能打結就對了 可以 然後還 那你會鼓勵人家絲襪拿來套頭嗎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終於節目 這是蘆花吧 難怪你們終於節目都搞這些 還問你搞的 好像是你的節目 對啊 都你啊 我覺得蠻有情趣的 OK 好最後請三位女明星 我們走秀一下好嗎 哇 休息過了腿心 然後呢也希望各位在今年夏天 找到合適自己的酷刑 OK 厲害 謝謝 漂亮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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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雞肉群 雞肉群 小小魚不太會走秀 唉唷 謝謝 謝謝大家 acs 唉唷 小魚 researching 那些字 唉唷 感谢观看